2月18日美國佛州共和黨參議員施科特 重新推出《防止台灣遭侵略法》 以保護台灣不受共產主義中國日益增長的侵略 這部法案的眾議院發起人是共和黨眾議員雷辛塔立 施科特表示 《防止台灣遭侵略法》進一步加強美台關係 並增強台灣抵禦中共侵略政策 和軍事行動的能力 施科特還發推說 我們不能旁觀被共產黨中國 繼續威脅我們的民主盟友台灣 我敦促總統和參議院民主黨人堅持民主立場 並和我一起通過《防止台灣遭侵略法》以支持台灣 施科特在一份聲明中說 習近平總書記一心想統治世界 這不是什麼秘密 美國不能坐在此被這種事情發生 首先要從支持我們的和平民主盟友台灣開始 參議員還批評拜登政府對中共的修正政策是危險的 美國總統拜登1月20日上台之後 中共加強對台灣的軍事威嚇 中共軍機幾乎天天闖入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 而中共1月23日派13架戰機 1月24日派15架戰機 侵入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 創中共軍機擾台規模之罪 去年7月 現在已經拒休的共和黨眾議員 約霍首次推出 《防止台灣遭侵略法》 施科特亦予以支持 這部法案推出後 未能在上屆國會得到表決